未安妇,一个敏感而又沉重的词 她铭刻着无数日军的暴行 也揭露着广大女性的苦难 而这部电影却用喜剧的方式 承载了如此悲伤的话题 在韩国有这么一个奶奶叫罗玉粉 玉粉奶奶虽然已经80多了 但个性耿直,好打抱不平 常年专注于举报社区的不法行为 比如乱张贴海报啊 电线皮脱落啊 下水道堵塞啊等等 整整20多年 每天都向信访办举报一起 硬生生熬走了五位区长 在街坊们和信访公务员眼里 玉粉奶奶就是个好怪闲事的鬼怪奶奶 这不玉粉奶奶又上信访办举报来了 这次奶奶要举报的 是有人朝着店铺的墙面上泼硫酸 据玉粉奶奶自己分析 肯定是那些黑了心的开发商 想要低价购买商铺才故意为止的 说到激动处时 玉粉奶奶还揪住了开发商 看着架势就差干一架了 起料这回玉粉奶奶碰到一个硬点子 一个年轻的信访公务员 硬是把玉粉奶奶揪住开发商的画面拍了下来 还要奶奶照规定领表填写 这位公务员叫朴敏仔 是从别的区调过来的 朴敏仔虽然是基层公务员 但脑袋灵光能力过硬 原则性很强 面对难缠的玉粉奶奶 朴敏仔直接见招拆招 要奶奶以后务必照规矩办事 否则就请出门左转 玉粉奶奶头一次碰到了对手 不过不怕 奶奶也是冰来降挡 水来涂掩 横了一大堆信访资料 拿了一连串号码牌 一个人包下了整个信访办 朴敏仔呢 更狠 直接将奶奶的信访资料 全部当作废纸血藏了 这两个人天天在信访办 上演冰火两重天 可朴敏仔是万万没想到 这个鬼怪奶奶居然会有事求自己 那是朴敏仔去英语补习班的最后一天 因为原先打算出国 朴敏仔才报了补习班 如今她的英文水平已经很溜了 结果朴敏仔一转身 玉粉奶奶居然就在身后 朴敏仔吓了个机灵 玉粉奶奶却屁颠屁颠地跟着她 原来奶奶正在学英语 可因为年迈跟不上补习班的速度 无奈被劝退 听见朴敏仔一口流利的英文 奶奶希望她能教自己 朴敏仔当然不愿意了 随便找了个借口 就把奶奶给打发了 可她低估了奶奶的战斗力 奶奶先生利用信访申请表 在上面写了一段求教英文的申请书 然后又找到了朴敏仔的私人电话号码 成天给朴敏仔打骚扰电话 最后甚至直接带上了保温杯 做到了信访办理 朴敏仔不答应的话 她就把攒了好些年的信访资料 全部上交 为了信访同事们的扶植 朴敏仔只能答应做奶奶的英文老师 说是答应 但其实是敷衍 朴敏仔故意刁难一份奶奶 要奶奶默写十来个生辟的英文单词 超过八十分了再教她 奶奶尽了最大努力 却还是差那么一点点 朴敏仔于是以此为由 光明正大的拒绝了娇奶奶 这下一份奶奶也不好再找她麻烦了 可朴敏仔错了 她切算万算 却算漏了自己弟弟这环 朴敏仔父母早逝 和正在读高中的弟弟相依为命 可因为忙于工作 朴敏仔疏于对弟弟的照顾 每天只是给弟弟煮一些素食的泡面和饺子 这天晚上 朴敏仔坐公交 偶然看见弟弟弟进了一条巷子 好奇之下朴敏仔跟了上去 结果发现弟弟进了一家裁缝店 朴敏仔推门一看 结果进了玉粉奶奶撞了个正着 不仅如此 玉粉奶奶还端来了一大桌饭菜 弟弟好像还很习惯性地吃了起来 原来这家裁缝店是玉粉奶奶的 前几天 玉粉奶奶偶然在市场上 看到朴敏仔的弟弟永在 当时永在在肯方便面 奶奶不忍心 便招呼她到自己家吃饭 这么一来二去 弟弟就习惯性地去奶奶家蹭饭了 对此 朴敏仔既感动又愧疚 终于主动提出要教奶奶英语 就这样 玉粉奶奶开始正式学英语了 朴敏仔有自己的一套教学方法 比如张口说英语 而不是死尽硬背 把句子编成英文歌曲唱 说错一句英文就弹一下脑门等等 总之花样百出 最后甚至还让玉粉奶奶 实地地和外国小伙大善沟通 这么一波教学下来 玉粉奶奶的英文水平很快就突飞猛进 而在这个过程中 朴敏仔和玉粉奶奶的关系也愈发亲近 他们会在小麦店门口一起喝米酒 一起聊各自生活 浅浅的两个人不再视同水火 而是亲如祖孙 中秋节到了 朴敏仔和弟弟拎着礼物 去看玉粉奶奶 奶奶给他们做鱼煎饼 和他们聊天说笑 一起对着月亮许愿 那种感觉温暖极了 也是在中秋节这天 朴敏仔得知了奶奶要学英语的原因 原来奶奶有个弟弟 姐弟俩从小就分开了 弟弟被人领养去了美国 一句韩语都不会 奶奶想和弟弟通话 想知道弟弟过得好不好 因此才拼了命地学习英语 得知此事后 朴敏仔瞒着奶奶 给奶奶的弟弟打了个电话 起料电话那头弟弟 竟说自己根本就不想见姐姐 朴敏仔沮丧极了 为了不让奶奶知道后失望 朴敏仔谎称自己工作忙 不能再继续教奶奶英语了 奶奶有些伤心 却没有多说什么 第二天 玉坟奶奶照例去信访办 结果却撞见了 局长和开发商的阴谋 原来开发商正在收购 市场上的商铺 但由于许多商铺都是钉字货 不愿意被拆迁 于是区政府便和开发商 达成了秘密协议 先由区长无以下令 终止开发 然后由开发商 对区政府提起上诉 但由于市场的安全级别较低 开发商属于合法开发 因此区政府肯定会败诉 这样一来 开发商就能继续开发 而区政府也能在商户们面前免责了 玉坟奶奶无意中听见了这项协议 当即变脑了 市场上的商户们 都是靠着那些商铺养家糊口的啊 不仅如此 奶奶之前对区政府 要打官司的事信以为真 还给了朴明仔一大碟证明资料 希望能为打官司提供些帮助 玉坟奶奶要讨回自己的资料 可那些资料早就被朴明仔当成废齿处理掉了 奶奶顿感自己受到了欺骗 她揪着朴明仔要说法 因为她做这些不是为了自己 而是为了市场上的商户们 那些被她视为亲人的商户们 启动之下 朴明仔告诉奶奶 她这么努力地为商户们吆喝 可那些商户却都压根不知情 甚至都很讨厌她 一时激动 朴明仔说出了 奶奶的弟弟不愿意跟她联系的事实 得知真相的奶奶瞬间崩溃 到回去之后 弟弟永在却告诉朴明仔 玉坟奶奶之所以好管闲事 是因为她太孤独了 奶奶这辈子每个一儿半女 早就把市场里的街坊们 当成了自己的家人 一直以来 她都是在为自己的家人拼尽全力 弟弟的话让朴明仔有些内疚 或许她从未真正感受过 玉坟奶奶的心 朴明仔来到信访办 翻出了奶奶的信访资料 认真翻阅着那一跌厚厚的资料 朴明仔才发现 那些都不是什么多管闲事 每件举报都是奶奶 对自己家园的欢欣和守护 得知了奶奶真正的心意 朴明仔来到市场 赶走了前来闹事的拆迁人员 帮助了被开发商欺负的商户 可此时 玉坟奶奶裁缝店却卸业了 没有人知道她去了哪儿 几天后 令所有人都意想不到的事发生了 玉坟奶奶忽然上了新闻 奶奶竟然要去美国参加 慰安妇听证会 这一次玉坟奶奶要举报的 不算是什么鸡毛蒜皮的小事 而是日本整个国家 原来玉坟奶奶就是当年 日军暴行的受害者之一 是千万个受到日军 非人虐待的慰安妇之一 让玉坟奶奶做出这一重要决定的 是她的好朋友 郑鑫奶奶 自此一段尘封了 60年的记忆之门被开启 60年前 年仅13岁的玉坟奶奶 被抓入慰安所 和她一同被抓去的 还有和她年纪相仿的 郑鑫奶奶 在郑鑫奶奶的鼓励下 玉坟奶奶才重新拥有了 活下去的勇气 从那以后 两个同病相邻的姑娘 相互依偎着 度过了那段难熬岁月 侥幸活下来之后 郑鑫奶奶一直在世界各地奔走 为的就是揭发日君的罪行 可惜因为不会英语 曾经被别有用心的翻译官 歪曲事实 肆意摆布 后来郑鑫奶奶的英语 变得十分流利 因为她要用自己的声音 向全世界控诉 日君的滔天罪行 郑鑫奶奶也曾试图 说服玉坟奶奶和她一起 可玉坟奶奶一再逃避 因为那是玉坟奶奶和母亲的约定 在玉坟奶奶的母亲看来 那是一段见不了光的黑历史 只会让家族蒙羞 因此母亲要玉坟发誓 到死都不能说出这件事 直到这次郑鑫奶奶病倒 郑鑫为了这个残酷的秘密奔走一生 直到即将迈入鬼门关 玉坟奶奶不能让郑鑫 带着这么大的委屈和遗憾 离开人世 这一次她不想再逃避 她要接下郑鑫奶奶的接力棒 她要去美国去参加 慰安妇听证会 此次的慰安妇听证会 由H2121决议案联盟举行 该联盟有200多个人权组织组成 目的旨在谴责二战期间 日本强征亚洲国家妇女 充当慰安妇的罪行 并要求日本政府为此公开道歉 得知此事后 朴鑫仔找到了玉坟奶奶 再见到奶奶 朴鑫仔的第一句话便是对不起 她无法想象 在如此漫长的岁月里 玉坟奶奶是如何独自承受 这追心的煎熬 这么多年 玉坟奶奶受苦了 奶奶拿出了一张老照片 那是她和正新奶奶 以及其他女孩 在日军慰安所前拍的合照 这张尘封了60年的老照片 奶奶从未给任何人看过 这一刻 朴鑫仔才得知 玉坟奶奶学习英语的真正原因 想和远在美国的弟弟联系上 是一个原因 但更重要的是想亲口向全世界 控诉日军的罪行 为了帮玉坟奶奶 朴鑫仔发动了整个信访办的人 他们一起帮奶奶练习 要在听证会上说的话 社区的商户们 也都纷纷送来吃的喝的 支持奶奶去美国 在整个韩国人民的瞩目下 玉坟奶奶踏上了 前往美国华盛顿的征程 可惜出师不力 传来了一个令人悲愤的消息 日本方面竟怀疑 玉坟奶奶参加听证会的资格 朴鑫仔着急了 你问之下才知道了原因 原来奶奶之前因为不想被人得知 慰安妇的身份 便没有去登记慰安妇资料 因此不在韩国所认可的 慰安妇名册中 日本方面便以此为由 拒绝让玉坟奶奶出席听证会 朴鑫仔决心要帮奶奶 她写了封请愿书 发动信访办的同事和来访百姓 希望他们在请愿书上签名 甚至还找上了区长 说服了区长在请愿书上败章 可日本人狡猾得很 居然声称这封请愿书是基于政治目的速成的 根本不认可 为此华盛顿众议院大楼前人声鼎飞 每一个充满正义感和同情心的人都在抗议着日军的无礼 也是在这一天 玉坟奶奶力排万难 来到医院参加听证会 先上台讲话的是一个荷兰老妇人米歇尔 她也是当年的慰安妇之一 米歇尔声泪俱下的控诉日军当年对待慰安妇的暴行 可日本方面还是老招数 声称米歇尔是为了钱才主动去做的慰安妇 甚至还表示慰安妇的待遇比日本军营都要好 台下的玉坟奶奶悲愤交加 她和米歇尔一样都遭遇过相同的苦难 却都无处诉说 轮到玉坟奶奶了 日本人仍然厚颜无耻地叫嚣着 奶奶没资格参加听证会 面对日本人的指责 玉坟奶奶没有丝毫犹豫地跨出了脚步 她等到了台上之后 台下那些恶意叫嚣的声音 那些否定嘲笑的眼光 这些如同一块块巨石朝着玉坟奶奶袭来 莫大的压力让玉坟奶奶说不上话来 直到奶奶听见一个熟悉的声音 那句声音才用英文问她 你好吗 你还好吗 奶奶听出来 那是嫖民仔的声音 是的 嫖民仔来了 还带来了能证明奶奶是慰安妇的那张老照片 因为嫖民仔的到来 玉坟奶奶心中的恐惧被尽数驱散 她鼓起勇气聊起自己的衣服 笑腹上竟全都是日本人留下的刀疤和涂鸦 还要什么证明 这些屈辱的记号还不够吗 今天奶奶站在台上用一口流利的英文向全世界控诉日军当年的暴行 当年多少个花季少女沦为了日军的奴隶 她们的身体被蹂躏 尊严被践踏 梦想被夺走 人生被摧毁 因为那段痛苦的记忆 当年的慰安妇们一辈子都活在痛苦中 她们大多没有子女 一生孤独以示漂泊 甚至还要饱受他人一样的眼光和歧视 可时至今日 日本政府仍然厚颜无耻地回避责任 仍然不愿意为当年的罪行做出道歉 当年的慰安妇们所求不多 只是想要日本政府的一句道歉 仅此而已 玉坟奶奶的全英文演讲结束了 台下响起了雷鸣般的掌声 听证会结束后 每个人都出来向奶奶道歉 除了日本人 尽管如此 玉坟奶奶还是很感激 朴明仔为她做的一切 若不是她 自己怕是一句话都说不出来 不仅如此 朴明仔还给奶奶带来了一个额外的惊喜 她把奶奶的弟弟带来了 玉坟奶奶见到弟弟激动不已 弟弟向姐姐真诚了道歉 她不该将姐姐视为家丑 终于 姐弟俩兵事前嫌 回国后 玉坟奶奶还是老样子 还是那个热心举报社区不法事件的 鬼怪奶奶 只是和之前不同的是 奶奶开始拉着嫖民仔锻炼身体 她要长命百岁 要活到日本政府道歉的那一天 往后的岁月里 玉坟奶奶奔走在全世界 控诉日本曾犯下的滔天罪行 本片根据真实事件改变 已经上映便夺得了当年的票房冠军 和其他表现慰安妇题材的电影不同 本片用喜剧的方式 承载了这段悲痛的历史 观影过程小钟带累 看过之后如梗在喉 在世界各国政府和正义知识的努力下 2007年7月 HR121慰安妇决议案全票通过 这是国际社会第一次公开承认慰安妇事件 然而之后的10年 日本依然没有道歉 2017年 中国、韩国等8个国家 以及14个民间团体 共同发起慰安妇申疑项目 那是历史上最大规模的申疑项目 可惜却在日本政府的百般阻挠下 以失败告终 同年8月 中国记录慰安妇的纪录片《22》上映 这部电影记录了截止2014年为止 中国幸存的22个慰安妇 可就在电影上映时 这个数字已经变成了8 要知道当年日本侵华时 被迫沦为慰安妇的女人多达20万 活着的时候 他们饱受令人难以想象的折磨和摧残 其中大多数人都在肉体和精神的虐待中 孤独地死去 即便其中的少部分人侥幸活着回到了故乡 迎接他们的却不是热情和眼泪 而是无休止的歧视和排挤 那些不堪回首的回忆 那些来自至亲之人的咒骂声 让他们生不如死 老人们一辈子都笼罩在当年的阴影之中 他们忍气吞声 过着卑微屈辱的一生 直到最后 带着遗憾和憎恨 没入黄土 从此再没人记得 他们曾遭受的苦难 纪录片《22》上映后 很多国人才开始第一次正视慰安妇问题 正是这一段即将被人遗忘的惨空历史 如今 中国的慰安妇录入名册健在的仅有八名 韩国政府登记在册的 如今仍在世的也仅有35人 正如玉坟奶奶说的 老人们不求别的 只想要一个道歉 可他们太多人都在漫长勿望的等待中 耗尽了残存的生命 可是能怎么办呢 生活总要继续 老人们只能藏起心中那无人理解的痛苦 然后装作若无其事的面对艰辛的生活 就像玉坟奶奶 她努力为社区奔走 拼命学习英语 看上去阳光极浪 可谁又能知道 她心中尘封着的那段极为痛苦的往事 身为受害的国度 我们不能忘却这段伤疤 身为施害的国家 日本更不能抹去这段罪恶 二战之后 当年同为法西斯的德国 为自己的所作所为 尽全力向世界道歉 和日本却拼命掩盖自己所犯下的罪行 时至今日 日本仍然欠全世界未安抚 一句道歉 电影结束 好了 今天就到这里了 欢迎点赞 留言 关注米虫 每天定时打打 米虫观影 一整天嘴角笑弯弯哦 拜拜 拜拜